北京 北京 这边比赛开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17-18赛季CBA的比赛直播 这场比赛是北京北控对阵青岛南南的比赛 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刘震展 开场这边我们看北控来一记外线的三分球不中 现场栏目的争夺没有能够抢下来 开场这边是由马布里率先的完成一次传球之后 给到外线的一次外围的投射 没有能够投中 王庆明高位的持球 上线的掩护 还想把球交给到吉布森 吉布森一个撤步 这边上前的延误之后给到篮下 王庆明脚步上有移动 走步 今天青岛派出的内线的组合是王庆明加苏伟 刚才也是跟大家介绍说在后卫线上的是乔纳森和许家涵 篮下这边有机会的但是苏伟非常成功的一次防守 直接就把这一次的进攻给破坏 刚才王征的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单打的机会 现场呢 毕竟对于北京来讲啊 马布里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名人物 现场还是有很多的球迷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当马布里打出精彩的表现 还是给他喊出了MVP这样的呼声啊 吉布森都出来拿球 上线这边的掩护王庆明给吉布森的一个掩护 点开拉巴斯 中距离的跳投出手命中啊好球 开场这边呢青岛南南率先啊 由吉布森命中了本场比赛第一次的进球 马布里找到外线拉巴斯 通科奇刚才把球继续回到马布里 王阵还是想在内线要为外线阿巴斯的三分球 这边是来到的钱框 杨静明刚才在篮下的前两篮半球的争夺啊 没有能够抢下来 吉布森右侧拿球 这边上线想做夹击 给到罚球线位置上的苏伟 运一步之后还想手低手找吉布森 开场我们看这边杨静明一直在盯着这个吉布森啊 绕掩护给到篮下 这边出现失误 哎呀没有时间了 这边24秒为例啊 虽然说北控这边呢还没有打进过一次进球 刚才那一次对于吉布森啊 特别是得夸一下杨静明刚才那一次的一个防守 对于吉布森呢也是不断的盯防 这边青岛出现了两次的失误 马布林顶开之后给到篮下漂亮 北控这边的第一分呢来自于王征 那么也是之前效率广煞的一名球员啊 王征明上线这边苏伟的罚球线的掩护 继续是打一个手低手 这边形成了换防 吉布森来打阿巴斯外围超远的三分球 这边是涮框而出 北控的转换进攻 还是落篮下阵地阿巴斯 非常轻松的打进啊 这边毕竟还是形成了一个错位 北控的三万元来讲 阿巴斯他的年纪也是不小的啊 阿巴斯他今年应该是有34岁了 那么马布里更不用说了 他已经来到40岁啊 这边苏伟的中距离跳投也有啊 苏伟其实提到罚球线的这个位置呢 他还是可以进行一些中距离的一些投射的 但开局刚才那几次进攻 他更多都在这个罚球线的位置上做侧影啊 阿巴斯转移到左侧 土底线转移到上线 两个人稍微有些虫 再给到左边的阿巴斯 外围的三分球 这边阿巴斯投中啊 现场的D 现场的DJ呢也是 大喊出阿巴斯的外号板爷啊 这边外围也有 想着开局打的还是 比较的胶着啊 这边开局这边来到7比7 上线一个牛角的站位 王峥站在罚球线的位置 再给到湖顶的阿巴斯 阿巴斯这边突苏耶 继续给到湖顶 外围的三分球又有机会 前场篮板球 好球啊 这边许家涵啊 这个防守篮板抢得不错 这球呢应该是吹的 夹的 姚静敏的一个犯规啊